天气就快入冬了 中华民国广量慈善会 在天气变寒冷之前 来到水里乡发放丰富的民生物资 以及现金红包 来帮助弱势家庭 县议员肖志全也全程到场担任志工 亲自来感谢广量慈善会的善行议举 以及志工们的热心 长久以来 热心公益帮助弱势家庭的广量慈善会 趁着季节编轮之前 前来水里乡发放爱心物资 以及尽量救助现金红包 帮助社会弱势家庭建一份心理 丰富的物资 也让受帮忙的民众特别感动 目标是与低收入户 还有天然弱势的家庭 全部都是热以广量 大家很用心来帮忙 来为弱势的团体能够过得比较好 我们的物资有带一千两百多块的物资 还有那个现金两千块这样 柴米油盐包括红包 样样具备 他希望说让我们在 比较辛苦的家庭 也能像一般的人一样 来自台通市的广量慈善基金会 带着爱心物资 以及热心的志工 来到水里乡进行慈善行动 议员消失权之道路之后 也专程前来协助 表达敬意与谢意 我本身也是我们广量慈善会的审查委员 今年他特别准备六十份的物资 以及红包 特别来到水里 悉尼这边来做花放 今天非常感谢 我们义工他们也都牺牲自己的时间 来到水里来 我们的目的就是比较热素的 能够过得比较好 我们全部在广量职业 全部有花儿大概有一千物 这样 每物都两千块 季节即将进入冬天 因为有了社会上 这些慈善团体的关怀 与实际的帮助 让南投偏乡有需要的乡亲 在生活上可以维持温饱 据这商店服水里乡采访报道